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为您吸睛传授 修身养性 治理健康人生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由功夫者品牌服饰和新加坡巨英国际馆所为你们独家冠名播出的自卫术课程班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讲 黄思亮教练 然后我们要讲的是用巴西螺术的方法如何运用在防身术的地方 然后看看在体育上面跟在卸质上面他们能不能够搭得上卸 好 在看我们的视频之后呢 如果想看更多视频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功夫者官方网站去 如果想要结交功夫者的朋友 然后可以去我们的QQ群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知识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微博去 好 如果你在新加坡想要与我们联系可以直接联络我们 好 我们现在开始吧 好 今天董教练会帮我讲这堂课 好 我们现在开始吧 在柔树里面 如果一个人跨过你的旁边 到这个地方 我们叫它Sat Control 它控制了你的身边 身旁 然后在这个时候它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一个是它可能会开始靠着你这一只手 然后 锁你这一只手 对了 好 同学们请看这里 如果现在靠过董教练这里呢 我要 我要把我的这只手靠近他颈向的 放在他的颈部后面 然后如果你看我的膝盖的话 我的膝盖跟我的手肘呢 是贴着 我要隔离董教练的这一只手 后来我的胸呢 会贴着董教练的胸口 然后我会这样子把我的重量让董教练来抱 所以我的重量是躺在董教练身上 所以董教练这个时候会觉得我比较重一点 我的身体呢 会尽量离开董教练的脚 因为在一个人的身体 身体的四肢 他的脚是最强的 我们一定要离开他的脚 千万不能够把头这样子这样高 对 你快 因为我现在对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身体向下 然后隔离他的其中一只手 你看到我的肩膀吗 我的肩膀在这个时候会把董教练的头往一边 推 好 现在呢 我要隔离他这只手也是 因为隔离的那个 这只手就已经在这边 通常那个人会用这个来推你的头 在柔术比赛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这样用这个 然后按下 然后用手贴着 绕过 现在我隔离了这只手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会开始放这样子的动作 我会把这个手移到董教练的底下 然后我会放这样子 在等 对了 董教练如果这时候推我的头 推我的头 我就 把董教练的手往下拉 然后我会自己抓着我自己的手腕 这个时候呢 我会把董教练的手往外转 然后把他的手呢 按在地上 用他的手肘 把他的手肘往他的腰部推 这个时候呢 他有几个地方会比较不舒服 一个是他的手在这里 一个是他的肩膀 这一节 好 我们从这一根开始讲示范 第一个 Side Control 好 从旁边控制他 记得隔离他的颈项 隔离他的一只手 然后我胸对胸 趴在他身上 离开他的双腿 别靠近他的双腿 因为他的双腿是最强的 好 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开始把手伸出来 如果对方一直推着我的头的话 我就用我的手把他的手按下 然后我的手从这一边 跨过去 把他的头跟他的另外一只手隔开 这个时候呢 我会把一只手 顶着我的脸这里 然后把这个手跨过他的手下面 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推嘛 他们推你 所以你这个时候就把头按下去 啪 抓到 记得转他的手腕出去 然后抓 我们这个呢 叫做Figure 4 Grip 这个 这个在通常柔术锁手的方面呢 锁手的那个单元 这个Grip 这个抓法 琴法 其实是经常会讲到的 我们叫Figure 4 Grip 所以它像一个4号的琴法 琴拿法 所以我会把董教练的手往外转 往地上沉 然后手肘拉到他的腰部 董教练 你觉得在哪里痛 是肩膀还是什么 这个左关节 嗯 左关节 所以这边可能是手肘的关节 可能是这边的一个穴位 对 还有可能是肩膀 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勤人家的手 这样 啪 好 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些锁法呢 永远记得是Figure 4 Grip 所以你们经常会看到这些 这个锁法 通常勤手的时候 这样的锁法 下堂课呢 我们会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去解这个锁 所以我们在练习这个时候呢 同学们一定要记得 当你在锁住你的朋友的时候 不要有那种突然间这样大大力抠他的动作 因为否则他的关节可能会 啪 对 碰一断 对 所以要轻轻抓 然后轻轻这样子 就算是在防身术的时候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我们也希望不要把 歹毒的手给拔断 除非他真的是一个这么危险 跟这么残暴的人 所以你没办法 对 有点时间 好 否则你拉风是很疼 他们 哇 很疼很疼 然后你就 请住他们 你就快点叫人家来 帮你一起抓他就好 好 所以 能够在不伤人的时候 然后就尽量别伤 这是我们功夫者的理念 求生养性 好 所以呢 练习的时候注意场地的安全 因为我们躺在的地方 第一个你要肯定的地方 不要是脑很硬的地方 否则你的膝盖啊 这些都会很疼 好 在看我们的视频之后呢 如果想看更多视频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 功夫者官方网站去 如果想要结交功夫者的朋友 然后可以去我们的QQ群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知识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 微信公众平台 或者是我们的 官方微博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